斷念 念其实就是我们的执着 通过梳理物品来梳理自己的内心 把这些物品舍弃之后 我更开心了 在所有往前看人群中 我想做那个回头看的人 我是夏威夷 朋友都叫我夏夏 我现在是一名收纳整理师 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广告公司做白领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然后接触了解到国内 现在也有收纳整理这个职业 现在就顺利成章地做了整理师 如果以我们的流派 或者是自己工作 能够提供的价值来区分的话 我们其实是空间规划整理师 因为跟很多的日系的收纳整理师 其实相比我们多了空间诊断和规划这一块 可能很多人第一次面对自己的物品 要去做断舍离 要做减法的时候 会很纠结 要很舍不得 你的空间始终是有限的 一定要用有限的空间来限定 有限的物品的数量 取舍的过程也是帮助他认清 什么对现在的自己是最重要的 我们稍微走快点吧 哎呀 我现在想了 有位置 你们坐吧 别坐过了 别坐过了 亮 咱把鞋子换了 梅梅姐 哈喽 什么是9点半吗 这9点半才来了 赶紧别换了 反正已经就是特别的脏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没有开始拍上了呀 不要拍我的脸 不要拍我这个庞大的身躯 我不要 我把门关上 因为我家猫会自己拍龙肉 我怕猫跑吧 就这个是最优点 但实在不行的 安全经历的话 我走错 没错 没错 走进他们家把门一打开 然后我就惊呆了 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就是生活在一个垃圾厂里一样 然后都是在 成堆成堆的物品里面去 就随便翻到哪件是哪件了 把这个堆积如山的这个衣服 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真的当时汗就流下来了 我整个人就一下子开始 就出虚汗 我就有点站不住了 我第一个我想到的是 我究竟花了多少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我就是爱买 然后爱堆 就是不停地有新的东西进来 但是旧的东西又舍不得扔 家里就会越来越满 而且只会成这种指数式的增长 家家都是一样的 不停地买新的 然后旧的又出不去 舍不得 她的意思是没有东西装了 对对对对 你懂我的 好 来 这个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乱的东西 是因为它都从角角落落里 把它全部都摆出来了 但没摆出来的时候 它是藏起来的 你看不见 就是如果要是有客人要来 我都会把它收拾得很干净 就沙发上的衣服 只要都把它收到柜子里去 把它堆到衣帽间里 房子还是非常整洁干净的 但是 那他们走的时候 我依然还会放上去 扔上去这样子 这还有 我的天哪 妈呀 你在拍我吗 请勿拍我 拍了那么大一堆 乱七八糟的衣服 然后把镜头怼到我脸面前说 看就是他干的 像我这种没有规划 想什么买什么 然后能把家里填得这么满的人 不会去算家庭生活开支的 同一双鞋子不同颜色 同一个款式我能买 把所有的颜色都买回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 每个颜色都可以配衣服 这种就是一种 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我个人觉得是一种 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我在想 这种不安全感 有没有可能 来自于我那个年代 想要东西 又得不到 那个时候可能就渴望以后 有朝一日 我有钱了 有朝一日 我能做主了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拥有 我想要的东西 对 来 收 凡是在门的里面都有东西 大部分她的衣服都堆在这边 然后床底下还有一些衣服 可能藏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甚至阳台啊 或者是那个客厅的沙发上面 也都可能有 就我们一次性掏的彻色弟弟 然后给她进行分类 真的是人不下手 姑娘呢 我真是不好人 我就把她 什么都想给她留 你看我这裙子 小孩很有意思 她的苦恼是 希望我给她少买点衣服 她说妈妈 我的衣服和鞋子太多了 你少给我买一点 然后每次 我只要一买 东藏西藏 她就会嚷嚷 姥姥 我妈要给我买衣服了 姥姥 我妈要给我买鞋了 她就会不够壮 因为我小的时候 没有办法拥有 我所有喜欢的裙子 所有喜欢的衣服 那我现在自己有了女儿 我绝对不能给她 留任何遗憾 然后以此为借口 又买了很多 白的我们过一下 把她最喜欢的留下来 大概有五件吧 我们收纳整理 其实是管理物品的 通过空间 去控制物品的数量 然后通过 控制物品的数量 去控制人的欲望 让你去减少一些 不必要的消耗和浪费 这裙子我可真喜欢 怎么办呀 我的腰还回不去不 怎么办呀 我今天晚上还睡得了觉 我这次 为什么找他们团队 来帮我做这件事情 是我第一个 我就觉醒了 我觉得 不能再疯狂地买东西了 因为北京房价这么高 我这房子里堆满了垃圾 我生活得不开心 次次年年都收拾 收完了之后 所有东西 只是画那个地方堆起来 要把家里存留的 没有用的东西 彻底地清除出去 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扔 扔 扔 这都是 这都是钱啊 你相信我 我这三年之内 我应该不会买衣服 好 这句话要记下 记下来 记下来 我们帮他筛选的时候 有一些款式比较新啊 橙色也比较新啊 然后他就觉得 可以拿去送给他身边的朋友啊 邻居之类的 这是新的 那还有一部分 可能拿去寄卖 所以说在断舍离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尽量能够让物品 能够再次被利用 对 里面有手术预期 可要小心点 那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 我们家的金银财宝 都没那个贵 就这些 我老公拿个鞋盒子 怕被贼偷了 这包里这么多钱 快拿出来 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我心情也好 爱人心情也好 孩子心情也好 我觉得我们才能 把日子过好 但是我爱人 对这件事情的 唯一的关心 就是他一再地跟我讲 他说媳妇 我支持你做这件事 但是我相信两个月以后 家里还要跟以前一样 就你知道吗 夏夏 这个话是我老公 给我说了不下十回 我们就是要让他打脸 真的 我跟你讲 你必须要把他的脸打肿 真的看不出来 你打了十八遍 丑翻了 对 丑翻了 后来就好看了 那这个给他留好 但是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到目前为止 我也没信心 但是我觉得 我必须得试一下 家庭囤积很多东西的背后 一定会有一个 舍不得扔东西的老人 你可能要去收集一些 比如说屋子脏乱差 会对整个家庭的运势 或者是情绪 效率 会造成一些影响 你要先去给他们做一些铺垫 然后讲讲你的设想 你的计划 就没人穿 那就扔了 那他掉金粉 对 其实 怎么说呢 就说到我还挺幸福的 他们都很支持我 我母亲 她也希望力所能及的 能帮我一起把这个家 收拾好 整理好 太感谢了 哎呀 有影子 因为你们 我跟结婚戒指都找出来了 太狠了 我们收纳整理的这个过程 就是带着她一起 参与系统的 梳理她自己所有的物品 让她去审视一下 自己到底实际需求是什么 然后让她去通过梳理物品 来梳理自己的内心 赞扬为保卫祖国牺牲的人们 九二年 我十一岁啊 我的女儿有一天背着书包 拿着一百分的卷子 高高兴兴地 一路唱着小曲跟我回到家 一推开门之后 就说 我们家的东西太多了 好乱呀 那个时刻 我的心 其实是被针扎了一下的 就是孩子渴望那种整洁的生活 如同我小的时候 渴望我有一个整洁的家 一模一样 我那个时刻我就想 我对不起我的女儿 我应该给她一个更好的生活 二十几张 但是我们只有十二个物质 她女儿真的很懂事 会按照妈妈的要求 去做到符合妈妈的预期 但是可能她也有她自己想要表达爱的方式 她选了好几张妈妈很美的照片 甚至有一张贴上去 后来文文姐看了以后 她会想不到 原来她觉得没有那么好的一张 是她女儿眼里很珍贵的一张 要把这张放在门上 我觉得我应该给孩子当一个榜样 我虽然从小没有人教我 如何收纳 如何规整 我得教会她 并且尽可能地要节俭 从小啊 你给她一个良好的环境 给她一个制度 她就会一直沿袭下去 还不知道 这是小鹿 这个是我画的猫 你好猫啊 当时就觉得很好看 现在还是觉得很好看 哇 好漂亮 走 走 今天的这个收纳过程 为我今后的这十年 节省下来了很多的精力和金钱 从这件事开始 我觉得我想有一个新的人生 哈喽 哈喽 谢谢 快进来 快进来 是 好久没见 好美 来看看 保持得还不错吧 相当可以 谢谢 这个就是别人换了 一次来你家的时候 我站在这儿 我进不去 进不去 就这个通道 全部都堆成像小山坡一样的 其实我在帮助客户整理的过程当中 既在治疗他们也在疗愈自己 因为我会从他们身上 也会看到可能我自己身上有的问题 而不自知 然后会改善我在自己家里面的亲密关系 然后能够共同成长 这次正好 也是因为疫情 北京不能离开 我就把我的父母 还有爷爷 一起接过来过年 一开始他们 还是有一些不太理解的 他会觉得 我好像名牌大学毕业的 然后怎么去做了一个 可能跟保洁家政有关的这种工作 他们就打一个问号 就不知道我这件事情 具体的价值啊 意义啊 在哪里 他们小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爸妈就真的就是 特别对我放心 就是心底里面觉得很认可 然后我的工作很有专业性 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是真的能够帮助别人去改善 家庭环境 然后家里面人的亲密关系的 我现在知道人生 哪些该做加法 哪些该做减法 有更多的掌控感 以及更多的信念 去走稳自己的路